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王一博纪录片寻护者上线,手印里开启,守护穿山甲。 王一博携手中华穿山甲拍摄纪录片寻护者,耗时两年制作,旨在教育公众关注保护野生动物。 7月25日手印里,王一博分享拍摄趣事,呼吁更多人加入保护穿山甲行列。 王一博好样的,前脚拟捡起了民族的信仰,扫荡是圈粉,获赞无数,后脚又带着教育意义非凡的纪录片来了,不愧是上交给国家的男人。 王一博和穿山甲宝宝一起拍的大片寻护者来了。 这可不是简单拍拍照,做作秀,而是耗时两年的大制作哦。 从寻找秘密基地到召集创意小伙伴,剧本没了又没,还要协调各方人员,历时两年的时间,终于要闪亮登场了,还有一个特别的手印派对,比拍电影还隆重。 反观王一博,这才是用行动告诉大家,身体力行保护环境,了解关注小动物,什么是万物可爱,这就是,跟着他一起,关注关爱野生动物,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 想象一下,当王一博接到拍摄寻护者纪录片的任务时,他的内心可能是这样的,我是谁?我在哪儿? 我为什么要和穿衫甲一起上镜?但别急,这可不是普通的穿衫甲,这是中华穿衫甲,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稀有的宝贝。 王一博,这位娱乐圈的顶流,决定放下偶像包袱,便身为穿衫甲的守护者,用不一样的视角,给我们呈现出显为人知的一种动物。 说到拍摄过程,那可真是比拍电影还刺激。 王一博不仅要和穿衫甲宝宝们打交道,还要和各种自然环境亲密接触。 想象一下,他穿着户外服,戴着帽子,蹲在草丛里,就为了不打扰穿衫甲的日常生活。 这画面,简直比任何一部动作大片还要精彩,说自己怕黑怕虫的他,这次估计也不会了,甚至还要骑着摩托车上山,更是体验了不一样的工作。 而且,这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,简直就是一部穿衫甲版的荒野求生。 王一博和他的团队不仅要面对各种自然环境的挑战,还要和穿衫甲宝宝们建立深厚的友谊。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毕竟穿衫甲宝宝们可是出了名的害羞和敏感。 但是,王一博做到了。 他不仅成功地和穿衫甲宝宝们打成一片,还用他的行动告诉大家,保护环境,从我做起。 野生救援的意义挺特别,也是很艰难的,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纪录片,了解其中的不为人知的一面。 这就是玉交娱乐的纪录片拍摄,通过王一博,带我们打开不一样的世界,不一样的角度,这是一份价值的传递,意义非凡。 7月25日的首映里,他就要带着这部纪录片和所有观众见面了。 到时候,他不仅要分享拍摄过程中的趣事,还要发布预告片、海报和上线日期,让更多人加入到保护穿衫甲的行列中来。 移动24H编委会不得不说,王一博这次真是完大了。 他不仅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穿衫甲发声,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决心。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拍摄,更是一次深刻的环保教育。 这种机会不是随意可以获得的,王一博的受众群体中,年轻人占据主导,而他的影响力和个人形象,又符合要求,更是一位钟爱挑战的艺人,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,选择王一博再合适不过。 移动24H编委会还沉浸在他捡起民族信仰的骄傲举动中,没想到纪录片紧随其后,教育意义非凡,值得鼎励支持。 最后,别忘了7月25日,穿上你最酷的环保T恤,戴上你的环保袋,一起来参加这场特别的首映派对。 让我们一起为王一博点赞,为穿山甲宝宝们加油,为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贡献一份力量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